像這樣 以前是釣魚 說嫁人欺負我 我去祭祖會就得了 一早是比較沒什麼滷壽 現在滷壽 煮糟糕這麼多 在海邊土生土長的慈激志工有感而發 當然就要立即付諸行動 發起淨灘活動的志工王文富說 原本前幾個月就要舉辦 但因疫情拖到8月才落實 從小就在海邊長大 海貝的問題其實慢慢地被重視 所以我們覺得說 其實可以透過海洋靜安這個活動 讓大家師兄師姐可以接觸海洋 然後身心更健康 志工選的這一處海岸線 是水南洞與港 在看似乾淨的實力堆中 其實都有不屬於這片海洋的廢棄物 我跟秀村師姐來看了三四個地方 我們選擇這個地方 因為那邊旁邊很多的那個保利龍 怕說很多師兄姐來 沒有東西給人家撿 但是我們從細微的看 我們還是撿不完 因為我們常來海邊 看海邊的垃圾實在是太多了 我們都是喜歡乾淨的地方 到處如果說每個地方都是這麼髒 我們看的也都很不舒服 超過35度的高溫下 彎腰撿石瓶罐的確有些費力 但志工們即使汗流浃背也不說累 其實每次在淨灘的時候大家邊撿然後邊聊天 大家就是真心有一個可以舒掌 有一個鄰居大家的一個共識跟鄰居力 聯絡感謝 這次參與的志工雖只有15人 但清除的廢棄物和可回收資源 數量相當可觀 也還給海洋原本乾淨的面貌 大愛新聞 珍珊美之工 江秀春 葉敬鴻 蓮瑞陽 台北報導